人剑自有天生 这光之网的滋味如何 干净漂亮 灵灵 恋人的一点小技巧而已 你 你 我杀了你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杀了他呀 谁都不会死 我都用你这个小技 连你们都别 你看他的魂魄 看来你也觉得他肮脏之际 你快吃了他 快吃啊 别管其他了 这是 它 就是炎姬 所以熟透的火结果实并不是自然消失而是变成了炎姬 嗯 天结火焰相隔很多个年份才会出现一次 星雨巨树也只在天结火焰出现时才会长出一个果实 那便是炎姬的胎形 那便是炎姬的胎形 陈寅母亲当年是受了老炎姬的恩魂 用一个还未出生的炎姬 也就是火结果实救了她 陈寅母亲的灵魂 之所以没有消亡 是因为另一个生命的牺牲 所以 他才留在了平顶火山之上 那是为了报恩 以守护下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啊 啊 这 他 陈寅母亲 依附在你身上时 将一缕烟灰映尽 留在了你的灵魂里 所以小炎姬 是你的父母 莫凡哥哥 陈寅母亲 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小炎姬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这小家伙她 为什么逗她 真的很想浮处 不是什么耶 我会不会得到 måule就好 我可以了 来 我们不要走 沉默山放过他 你无法忽略 是 大胖口 这是什么胃口啊 吃了又睡睡醒又吃 我能喂他奶粉吗 我查了资料 严肌婴儿妻只吃零种碎片 而且一定得受火稀的 虽然在卓妍搞到了不少存货 但照他这个吃法 可撑不了几天呢 再买呗 买 你知道西伯那帮奸商 卖得有多贵吗 我早说了 你个穷鬼养不起人家 要不送给我吧 我赵家财大气粗 昨天夜里 乐火小镇遭受神秘袭击 多出大火 其中以御林庄园损失最为惨重 信号人员撤离敌时 并未造成太大伤亡 据有关权威专家分析 这次的灾难 应该是由陨石碎片所造成 这件事后 伯父也算是大彻大悟了 心下他们为什么都走得那么匆忙 也不留下来多待几天 张小猴再不回卫区就要被开除了 心下为了我去卓妍也耽误了不少学业 哎 冒了这么大的险 对他自己的病却毫无帮助 哦 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 最后心下也收获了鬼附的心灵细魔器 也算一点补偿吧 你得到了炎姬 愿望都实现了 干嘛还叹气啊 下个月 我就要挑战前二十的强者 可炎姬现在成长速度太慢了 完全帮不上啊 前二十 那可都是怪胎级的法师啊 干嘛这么急 我想快速升级 只为依靠三步塔 而想多进三步塔 就要尽快提升排名 对哦 那样小炎姬也能更快地成长 他战斗力强大了 也能够帮你再提升 聪明 齐约兽血统越高就成长越慢 以炎姬的层级 想要有一定的战斗力 一般需要三到五年 三 不是吧 而且炎姬进入幼年期后 就需要为他吃灵种了 灵种 只有大量吃灵种 炎姬成长之后所凝结的火种级别才高 这日子没法过了 高血统的生物成长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源 但同时回报也是巨大的 小炎姬又年期的战斗力就比吉星狼强了 又年战将级 对 又一年就是战将级终有的实力 所以现在开始 你是不是得多赚点钱了 一副商别墅内有亡灵 委托金少了点 才一百万 金吗 你怎么醒了 拜托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一边做任务一边修炼 死我了 你坏了 祖子豪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还到处放火 你看看那些契约兽 都老实的待在契约空间里 都召唤不出来 你们这熊孩子们 我还是不行了 雷叶 电肠 可恶 可恶 屁灵 开魔剑 第十九名 归我了 这老师果然还是输了 以你的修为 要干掉这个天生双戏的家伙 需要多长时间 东方林 一两个回合足够了吧 你这话我可记着 不过 我有一个幻想需要告诉你 他已经内定了一个世界学府大赛的名额 比赛还没开始 他凭什么拥有一个名额 谁定的 据说是驻盟议员 临海审判会 江州三方举家 哼 听上去这家伙来头不小啊 没什么来的 我早查过了 是这小子孕家伙 帮江州解决了一次温病事件 审判会甚至还因此 有意将他推举为黄榜候选人 有五大洲魔法协会评定 世界最权威的天地玄黄四宝的那个黄榜 据说已经报道了国家魔法协会最高会议 再往上递交一层 三步塔修炼果然快啊 莫凡 听说你又准备直接挑战前十名 这也太冒险了吧 你确定 快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觉得 你先挑战第十五名更稳妥 一下跳九个 有点 我的召唤戏积累太少 如果想要一次性突破到第二个级别 至少需要进入三步塔七天时间 这只有打败火榜前十才能实现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因为将召唤戏修炼到第二个级别后 小炎姬的成长速度会提升到四倍 他早点踏入成长期的话 会就相当于拥有同领级的七月兽 可是前十的学员中有天生天赋的人 你了解清楚他们都拥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了吗 天生天赋 怪不得东方鸣勾画星图的速度比一般人快得多 天生天赋就是指这个吗 要死啦 你连天生天赋都不知道就要月季挑战啊 放心吧 谢了 知道吗 火源那个大魔王要直接月季挑战火榜前十名 真的假的 疯了吧 挑战书都已经贴出来了 这个冲爆狂魔 莫凡 你要不要这么生猛 我至今还在两百多名 你要杀尽前十 我烟面何在啊 你个龟壳法师 这辈子都别想上榜了 哼 我的目标是去世界学府大赛 这些排行我才不放在眼里 世界学府大赛 我差点忘了 肖院长给我提过让我去 我说考虑一下 还没给他回信呢 哼 有病吧 这还用考虑 嗯 怎么了 很好玩吗 何止好玩 一旦选中 学校出自世界各地旅游 说的好听点 叫大赛历练 你想啊 队伍里怎么说 也有几个水灵的妹子吧 再加上周游列国 又可以看到多少异族风轻的辣妹 有机会留下多少爱情佳话呀 哎 你想想 好 杀入世界学府大赛 啊 啊 啊 怪不得一早起来就不见人 原来 已经开始垫肚子被炸了 看来 你都研究好了 研究什么 丁雨眠的天生天赋啊 什么 我今天的对手是丁雨眠 啊 你也太神经大调了吧 要上场了 对手是谁还都不知道 冷静 冷静 我们走吧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你就等个飞跃吧 莫巴 我都听到了 你以为 你很了不起是吧 目中无人是吧 我也就试一下 试一下 你把我们丁雨眠当什么了 是手用的 别以为你当初一个人挑战全戏 就很了不起了 前一百跟前十 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更何况 丁雨眠的实力 远超他现在的排名 你 死定了 起来 我看见了 他已经跳过 直接挑战第九了 你最好用全力 我表情这么明显吗 他怎么能看出我心思 心灵冲击 糟了 是心灵星